过去我们有过一期三维重建老军山的节目 我不知道你是否记得 我们当时开了好几架无人机 花了整整一周去采集数值 才把这个山给重建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说随着AI技术的发展 在今天只要十分钟的扫描 你就可以采集完足够生成这样离谱场景的素材 你会感兴趣吗 这种在过去让人觉得几乎是难以执行不可能的技术 叫做NERF 那正好 ROG推出了主打创作者生产工作的换Air AI智能本 于是我们这一次就一拍即合 和你一起来看一看这个非常神奇的技术 NERF 神经辐射场 NERF Neural Radiance Field 也被称之为神经辐射场 是一种利用深度学习从多角度照片里面 重建高度真实的三维场景的先进计算机视觉技术 在过去我们已经尝试过不少的三维重建方案 无论是用摄影测量来还原那个老军山 还是用雷达扫描技术还原爷爷的房间 都是三维重建技术 但这些技术它有个前提 就是要精细且废实的扫描过程 现在NERF它本质上只需要较少的二维图片 就可以用来还原一个复杂的三维场景 注意 这里的三维场景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立体模型 而是一个长 它是一段函数 我们也尝试过理解一下 但是这实在 这个有点太过于复杂了 简单来说 这些函数可以通过输入三维空间坐标 还有观察方向 预测出任意给定视角之下应有的画面 因此它也可以做到自动在不同的视角来匹配光照 实现非常接近实拍的效果 此外体积渲染的特性还能让NERF具备了扫描光滑物体表面 水面 还有透明材质的能力 这是基于表面渲染的传统摄影测量是没法做到的 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表示 无法用传统表面模型来准确描述的物体 比如说烟雾 火焰 还有我们利用NERF技术重建的这个庐山 可以看到这里的水面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这种对于特殊材料的处理能力 也能让数字化保存历史遗迹还有文化遗产 多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方案 这乍一听NERF好处多多 又能拍摄反射 又能够解决各种摄影测量的问题 它是不是无敌了 但是答案就是我们用了以后 发现还是有不少弊端的 必须要讲一下 本来我们想着这个技术对于图片采集的需求降低了 那能不能有少量的机器同一时间从多个角度来拍摄 生成一个真实的像模型一样的东西呢 于是我们找大将借来了35台Action4 并且DIY了一个直径2米的半圆形支架 我们想实现一个瞬间的扫描装置 但是最后 这个扫描的结果给了我们当头一棒NERF的这个弊端 尽显无异 那首先 我们的子弹时间装置并不能做到完全的零物差同步 这些不完全同步的图片 就会让AI也摸不清这人物到底是什么姿势 那同时 我们提供的图片数量并不充足 机位排布也不合理 所以扫描出来的主体精度偏低 甚至还有各种小范围的破碎 我们没有办法在子弹时间里面 很好地展现出扫描出来的主体结果 那么最终我们归纳了一整套流程 就是NERF到底适合做什么东西 当然就是静态的快速扫描 如果是一个空间它确实很适合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跟你分享如何正确使用NERF 来重建一个像这样的高质量三维场景 那首先 我们需要收集目标物体的场景的多角度照片 我们可以像这样上中下不同的高度拍摄三圈 在参数设置方面 我们需要保持一个较高的快门速度 来避免动态模糊 那另外记得保持色温不变 让画面保持一致 那除了拍摄照片 你也可以直接拍摄视频来采集素材 这样既可以省去不停按快门的繁琐 还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竞争 那在拍摄中小型物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让自己的影子出现在画面里面 否则可能会像这样影响到你重建的效果 那如果是扫描外景 我建议你尽量选择一个阴天 提供均匀还有柔和的光线 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大的后期空间 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了后期部分 这个部分说真的也不是很复杂 已经很成熟了 不要害怕 因为我们可以使用像Luma AI这样的NERF云计算平台 来帮助你完成很多以前麻烦的事情 首先 你可以点击这个Create按钮上传视频或者图片 那注意这里图片需要以压缩包的形式来进行上传 然后你只要静静等待一个小时左右 在NERF训练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小方块 来查看它对应的三维重建效果 那当然 如果你想选择特定的NERF模型 并且配置它的参数做得更深度一点 那你需要将NERF本地化部署来进行运算 那这个时候NERF对于硬件 特别是高性能GPU的需求就要非常高 那正好换二这次所搭载的GeForce RTX 4070显卡 还有Core Ultra 9芯片提供了强大处理能力 同时搭载AI专属芯片NPU 对性能和续航进一步加强 能够帮助我们非常高效地完成这一过程 但是说真的高度定期化操作 即便需要性能 更多的是你整个操作门槛 都像DOS界面一样非常的复杂 我还是建议大多数人 以鲁马AI来作为NERF的入门 在这里AI已经帮你建好了一整套的运镜 然后你可以点击这个Reshoot按钮 来设计属于你自己的运镜 那除了使用网页端的运镜 我们可以使用像UI这样的软件 来实现更加丰富的后期效果 注意到界面右上角这个可以下载的按钮 我们可以点击它进行导出 然后鲁马AI会提供非常多的选项 但是我们不建议你选择这个3D模型分区的 比如OBJ这类的我们非常常见的格式导出 就像之前所说的 它NERF不是一个模型 它是一个场 如果你强行把它变为模型 它表面自然的反射就会丢掉 然后也就变成一坨很乱的模型 并不是很好 我们推荐你以这个Gaussian Splat 或者是LumaField 来这个形式进行导出 那前者叫做3D高斯坡件 它是一种更为先进 我们将来可以讲 效果更好的NERF算法 那接下来只要在虚幻商场里面 搜索安装一个叫做LumaAI的插件 你就可以把下载下来的NERF文件 你自己扫描的东西 转化为有以可以识别的蓝图 这个Blueprint形式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Bake的蓝图 可以看到这里的光照 就非常接近我们采集时候的样子 然后最后设计一套你自己喜欢的运镜 你就可以得到像这样的效果 其实你可以看到物体表面的自然反射效果真的很棒 这是过去很难做到的一点 但是NERF可以 但是它绝对不仅仅只限于这样简单的展示 除了选择前面展示的Bake的蓝图 你还可以选择这个Dynamic蓝图 让它受到游异光照的影响 这个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 你可以简单地调整天气系统 来实现无论是白天黑夜 还是日落的切换 比如刚刚日落的锦绣谷 看起来有点寒冷 那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断崖之上 借助游异升起一团沟湖 不知道你是否见过 《原子之星》游戏里面那些巨物雕塑 一座座庄严树木的石刻 未然处立在旷野之中 在登上秀风 看到云雾笼罩的庐山瀑布的时候 我们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 我们想把那些描写过庐山的诗人形象放大 让他们屹立在庐山之上 在云雾之中 雄伟的雕塑若隐若现 其间还有千古名句 在隐约传唱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之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 最后非常感谢ROG对本次节目的大力支持 此次ROG和庐山旅游发展委员会的合作 让我们能通过神经辐射场技术 走进千百年诗诵篇章 三维重剪出这连绵庐山的真面目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AI新技术 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能性 这次ROG换2系列均搭载AI专属芯片 为AI运算和创意生产 都带来了优异性表现 同时全新欧赖的新云屏 引入极性的功能 十二道精工 锻造出兼顾便携长续航的 1.49厘米轻薄铝合金机身 可选择薄月白或者日式灰的配色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请我们点赞转发 就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下次见